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对颇有冰舞范的是隋佳营和杨永超 哈尔滨代表这个选手 主教练他们的主教练也是蓝波 蓝老师培养了很多年轻的选手 包括所有女孩从以前是达到什么阅 蓝老师会来转三周 男跳后外两周跳 一年轻的选手 一年轻的选手 三年轻的选手 一年轻的选手 这个快跳没有我刚才非常好 双脚 双人脸和行转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今天可能还是做了比较保守的一个组备 因为他们从单人跳上没有选择难度的单人跳 他们两个最起码应该可以完成短一半的跳 我觉得他们主要现在还是在国际比赛当中参加青少年比赛 所以说从这个短前的选择 但又要上来讲 那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成年进行一些调整 对 现在刚刚完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拖鸟 这碗轮件 这碗轮件 这套节目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真的是脱费心机 很多动作的设计你就看出来是非常用心的 我真希望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尽快地成长起来 然后能为咱们的这个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补充力量 现在能看得出来现在这个年轻运动员跟一线的选手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其实比赛看到这我已经知道这个前三名这个排序了 包括明天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场地 这个层次水平拉的还是比较开的比较明显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层次水平拉的比较开 可能有的时候在看国内比赛的时候就不像在看国际比赛的时候悬念那么多 大家就是看到今天比赛大家谁滑的好啊 谁表现的这个更好一点 而不是说这个比赛没到最后一刻 不知道这个到底金牌属于谁 银牌属于谁 铜牌属于谁 他们是队长就像刚才你说那样 参加的是国际的少年属的比赛 那么少年比赛和成年属比赛 他的难度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在这次国内的成年比赛当中呢 他们可能虽然不管是表演还是编排上很有新意 但是如果实打实的比技术动作的话 和成年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就算是跟青少年选手比赛 在国际上就像刚才抛跳如果双脚的话 你的这个名次很有可能一下就差七八名 甚至十几名 因为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呢 出送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秘密 然后我也出送了松金汉松以前就是 朗朗的学生现在已经成长成为这个 波罗双华的这个这个代表性的 他们是五十七点六四目前战略第二位